那么我们现在讲一下波段量化的应用场景 首先我们讲到的就是一个CCG跟CCR 一个专门炒线货 就是CCR专门炒合约呢是CCG 一个量化机器人 那么我们首先看到就是一个大饼的盘口 对吧 通过四小时线呢 我们可以看到大饼目前的币价在1964的 那么现在是9月30号的早上10点钟了 对吧 那比如说它量波段 专门炒波段的量化 它是在哪种场景去使用它呢 就往比说两万的大饼跟一万八的大饼 它们差了有两千美刀的一个币价差额 对不对 那么我短时间内呢 看它不会说跌破一万八 当然涨到两万呢 我就停止交易 在这个特定的一个币价区间 也就是一万八到两万 这里面进行一个交易的 对吧 那么这是一个空间啊 这是一个币的波动空间 一万八到两万 那么再看的更保守一点 那比如说啊 我觉得今年可能会回烫到一万美金啊 那么我就把这个区间的拉大 在一万以上的一个空间里面进行做一个一个波段交易啊 当然就是说我先把这个策略的一个底价呢先看好 比如说一万八还是说一万先确定好这个底价 也就是最后的建仓价之后呢 啊 那我就能够拿一个比较合理的方案去交给量化机器人全自动去索取这里面的波段一个利润空间 那我们现在呢就和比如说一万八到两万这个币价区间去做量化交易 是吧 交给机器人交易 那我们现在到机器人上面去设置一下看看 就好比刚刚我们说的一万八到两万的大饼 对吧 这里面差了两千美金 两千美金算下来一万八涨到两万 那就是百分之十五的波动 差不多吧 百分之十五的波动 那我们就计算一下 如果说我打算跌百分之零点一来补一笔资金 那么一共我需要买一百五十次 就正好是在百分之十五的波动里面进行交易往这笔资金了 对吧 用往这一笔资金 那就好比说我这里面所 展示的一个策略模板 买入的费用是十美金 跌百分之零点一 然后再回弹零点零一 我就会买入下一笔的十个U 那么如果说这十个U赚了百分之百分之零点五的话呢 那我就会自动平仓 因为这里开了网格 就会把尾部那个已经盈利的达到百分之零点五的收益当 把它给自动平掉 然后我们可以再详细一点 如果现在一万九进厂做交易 一万九跌到一万八这个空间的话呢 仅仅只需要百分之三左右的波动幅度 那么我们可以算一下 百分之三的情况下零点一补一个单 那么就只需要买三十单就可以了 买三十单 三十单打算也是用一千五去做的话呢 平仓下来每一笔单大概去了多少呢 去到五十U左右对不对 OK 那么如果他不断的突破 突破一万九一直在涨 那我就会再把策略呢 把它单子呢加大 加多点单子 然后把那个买入的费用呢减小的这样子去用一千五百U做 做到两万美金就会停止这个策略 或者是说重新去制定他的一个空间 也就是说这个波动量化交易的话 你得需要在特定的一个币价区间里面去给他做交易 至于在这个特定的区间就好比刚刚说的一万八到两万这个区间 你打算用网格去高频交易还是说打算用马丁来进行交易 或者说三倍四倍啊 菲乌纳切鲁卡斯等等的 就得看你打算用的一个方式 就是说你非常看好接下来的行情 那么就用一个网格高频去刷是没问题的 那么同样的你不打算用网格的话呢 你就用整体指引 那么整体指引他只参考你的整体的均价 整体均价撞了 比如说撞1%了 我设置1%了 那么他就会根据1%整体去平仓掉 只要他还在币价还在一万八到两万这个区间 会一直循环去给你做交易 对吧 又或者是咱们可以简单一点说 我做15%的波动 就按照15%的波动幅度来做策略交易 我也不需要看他某个区间 我只需要看他波动区间就行 波动比的区间就是说跌15% 买完资金还是说跌50%买完资金 那只要他维持在15%的波动里面 那么你就会一直产生交易 尽管 如果说 我现在看好一万八到两万 是不是 那么我的策略是按照百分比 按照15%的波动来做的 就算他涨破了两万 那我一样会进行策略形成交易 因为我不需要看那个区间 对吧 我只需要看他的波动区间 他只要跌破了这个15% 那我就买完资金 OK 这就是两种看法 两种看法 一个是按照百分比的波动幅度来做量化交易 一个按照币价 某个币价区间来做量化交易 只需要你把这个命令设置好了 用什么方式交易 买跟卖 设置好给他 那么让量化来自动执行 这就是量化 波动交易 那么刚刚咱们也说了 用CCR呢 给大家去演示了一下这个网法上面的一个设置 那么到了CCG的话 它是做合约 那比如说一样是大饼啊 我现在呢 加载了做多的一个方向当 一万八 我觉得一万八跌破一万八 我可以亏损这笔钱的 对吧 因为合约它是有爆仓风险的 所以先把那个风险价呢 给确定下来 一万八到两万啊 只要涨破两万的话呢 我就整体都是引力状态 一万八到两万波动的这个过程 它用了一个月还是用了两个月呢 是吧 它通过这样的一个周期性 只要在这个一万八到两万这个区间 我会一直产生循环的一个套利空间 就好比说一万八到两万 我托广的一千五美金啊 采用一个背头或者是平推 好吧 那我这里就用平推 也就是每次买入一样的资金 这个方式来给大家引申啊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的一个策略是很多种的啊 我们可以自己选择 当然我也可以单个来进行调节 好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这里一千五美金在一万八到两万美金这个比特币空间 用一千五美金做的话呢 我一更会可以做五十八当 每次买一当 跌0.1%就买 对吧 那我的最后建仓价是在一万八千一百六左右 也就是说它跌到一万八千六 我就是买完了一千五百美金的一个一个保证金了 如果这时候还跌呢 跌到了一万八呢 那我就会止损掉这一千五美金 就好比我现在有十万美金的账号来讲 我就用一千五跑这个空间 如果说跌破了这个一万八呢 我就会可以承受这一比亏损 是不是啊 当然这个往法这个区间呢 比较小 可能它的风险也就比较大 同时如果说它一直维持在一万八以上去波动 甚至上涨 对吧 经过一定的周期 那我可能一万一千五美金 已经放备了 主要是看这个币价最终它的一个行情走势是如何的 那我只要确定好它的一个风险价就可以了 那进行做策略啊 同时我们也可以提前设置一个止损 或者说超出区间呢 进行 止损 清仓脉冲 或者说超出两万 那我就停止这个策略的一个循环 那我就停止这个策略的一个循环 这个就是一个波动量化啊 这是合约的 最简单的呢 咱们就直接一键设置就可以了啊 一键设置把这个资金填写上去 然后默认默认里面的一个保守策略 点击保存 是吧 保存完了 回到这里面的机器人页面 点击开启监控交易 那就可以了 那是最省心的一个玩法 同时呢 这里的CCG呢 还有个顺势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 它顺势有什么不同 刚刚我们说的是逆势 那么逆势 它是买错了方向 我会继续补仓 回调回来 那我就会卖出止盈 顺势呢 是买对的方向了 我会再次加仓 根据我的策略单 进行再次加仓 对吧 看完这个视频的朋友呢 可能会问到就是 我既然看好在这个 币价区间内 比如说一万八到两万 那我干脆 直接在一万八的位置 去买完不就行了吗 我再耐心一点 等到两万 对不对 那么一样可以有这个效果啊 那为什么非要去炒这个波段 或者是说非要去 搞个机器人来自动炒 这个波段呢 OK 那么下一个视频 我会讲到这一个 他们之间的一个利弊 对不对